特區政府竟然要立國那法,逼香港人一定要愛國,尊重國家,不是就犯法。 是不是要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同上帝呢? 冷靜點做牧師,只要讓兩秒鐘烏騰主任收了我的聯署,我們馬上就走了。 為什麼做牧師這麼硬頸? 這樣太無賴了,你們這樣太無賴了。 我看見你的邏輯是按照林國章的負責,去撤銷林國章的會友的身份,這個不需要讓他回答。 你不要在這裡,你不要經常對著,因為你不是正常的部體,我要再說你不是正常的部體。 拒絕麻木根蟲,堅持聖經公義,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門徒公義》,主持,Hawy, Earnes, Eric Ma, Eric Kroc, Winnie。 回來第二節,我們繼續說回《封新聞》的死因言訊。 沒錯,其實《封新聞》的定位和自己的報道,訪問,甚至評論,完全撞到板板聲。 正所謂的髮型就撞到臉型,臉型又撞到身形,身形又撞到髮型。 不死就真的沒用,說真的一句。 再說回剛才容凱欣那篇專訪,說真的,這篇專訪,如果出現在星島、文匯,甚至大公報等等, 這些建制派的報紙或報章,其實技術上就完全沒有問題。 無論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就算是未婚懷孕,說父母子成婚, 如果你出現在這些建制的報紙,其實不會有這樣的捍衛家庭價值的定位。 我們最多說,我不喜歡容凱欣,但你不會覺得出現在我剛才說過的那些報章上,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為什麼出現在《封新聞》那裡,我們就覺得接受不到呢? 因為他從第一天開始,就很標榜我們是會捍衛家庭價值的。 但未婚懷孕,無論你是否一個基督徒來說,這件事已經不是我們所認知的家庭價值。 絕對不會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封新聞》,為什麼我會覺得他的問題就出在這裏? 而且他出了問題之後,當然, 你怎麼死撐呢? 不如馬來幫我解釋一下。 誰死撐呢?就是這個《封新聞》,董事會主席譚子信牧師。 他怎麼死撐呢? 正確來說,容凱欣是奉子成婚而已。 但是他嫌為未婚懷孕,有什麼不同呢? 但對於一個非基督徒來說, 他們,即是說他和袁尼昌, 最起碼肯為了這個嬰兒結婚。 某程度上是對家庭價值的肯定。 正如在這個影片中所說,容凱欣說, 父母都要分擔育兒的責任。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篇新聞報導。 內容是沒有對未婚華人有任何道德的評價。 記者要探討的是對延長有薪產價的看法。 這些人想探討這個問題的人, 不一定是基督徒來的。 接著他有人再追問, 馬上有個聰明的網民問了。 我來讀他。 奉子成婚和未婚懷孕如何界別? 奉子成婚, 即是結婚了。 未婚懷孕, 即是他們不肯定會不會結婚。 我看了幾次, 其實我都不太明白他在說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嘗試去估計他想解釋什麼呢? 我猜他想死兜。 奉子成婚, 結婚, 結婚, 即是有個家庭。 有個家庭, 即是他支持這個家庭的價值。 但什麼家庭價值呢? 當然不是他那些風生, 反同的家庭價值。 未婚懷孕, 未婚懷孕呢? 結婚不結婚? 不知道。 總之事實就是未婚懷孕。 問題就在這裏。 那也是有婚前性行為的嘛。 但避免了一點點。 避免了一點點。 好啦, 即是說, 聖母馬利亞可以奉子成婚, 即是他性靈感癮, 所以奉子成婚就沒有問題了。 是不是這樣呢? 因為有個家庭嘛。 而未婚懷孕呢? 那就大劇了。 因為未婚懷孕呢? 未必結婚的。 但就有婚前性行為, 所以就不行了。 所以聖母馬利亞呢? 就是奉子成婚, 我們可以接受。 但是未婚懷孕呢? 就接受不了這樣。 哈哈哈哈。 當譚穆斯說這些時候, 他是不是很硬呢? 他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呢? 即是他在說那些事情, 他覺得可以接受的事情, 其實都跟他們的定位, 撞到一半的聲音。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 他還說了一件事, 限定是基督徒。 有兩個很大的問題, 我先講最簡單的一個。 就是說, 他想探討, 是不同人對延長產家的看法。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要看回, 他有一條片, 那條片裡面, 上半節就是訪問容海恩, 後半節就是訪問剛才我們看過, 阿威威老闆, 他就把這兩件事, 混在一起, 他其實就是在說這件事。 但是, 剛才第一次已經解釋了, 你們封新聞的定位, 既然是捍衛家庭價值的時候, 就沒有理由反對這個延長產家的嘛。 你最多訪問一個, 支持延長產家的中小企老闆, 你沒有理由訪問一個人, 是會反對這件事的嘛。 那跟你的定位, 又是撞到慢慢的聲音。 發言又撞到面贏, 面贏又撞到新贏, 新贏又撞到發言的嘛。 那第二, 既然你說, 我們記者不是做這個道德評價, 那你自己做這個傳媒, 是說要去捍衛一個家庭價值, 還要灌輸正確資訊, 一定會有道德評價。 即是你給一些很商業性的刊物, 你可以不做道德評價, 沒有問題, 但你的定位其實是基督教的時候, 怎麼會沒有道德評價, 是在牽涉當中的, 等於我們基督徒, 回教會不講聖經, 是說不通的。 不要說回教會。 沒錯, 我現在回大陸的教會, 真的不講耶穌, 應該是不講的。 所以, 他才知道自己在解釋什麼, 所以我看了幾次, 我完全看不明白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他寫出的時候, 第一, 他致力不正常, 第二, 他絕對不適合傳媒公司的董事局主席, 我知道是這樣說的。 他是博士來的? 他是博士來的? 他是什麼博士? 不知道是什麼博士, 總之是譚子信博士牧師來的。 這樣就大罪了, 為什麼叫博士, 又叫主席, 又叫牧師, 全部都有問題的。 哈哈哈哈哈哈。 很危險。 又主席, 又牧師, 又博士, 又博士, 全部都有問題的。 唉。 但這個就沒有, 啊? 說過這麼恐怖。 而這件事最令我憤怒是什麼呢? 就是, 當《風新聞》在上星期三, 發表了這個回應之後, 全部人好像收貨。 正確一點來說, 大家突然發現, 哎呀, 撞了車。 你看整個網站是幾乎靜了。 是呀。 當大家覺得, 咦? 原來是容海恩, 他本身不是基督徒嗎? 就會覺得, 噢, 他未婚懷孕沒有問題。 甚至他奉紫成婚, 都沒有辦法批判。 真是啞了。 唯一會出聲的是什麼呢? 還會去討論, 咦? 那容海恩過去幾年, 有沒有曾經真的承認過自己是基督徒, 即是在這件事上說謊呢? 但沒有, 即是就像Eric Collier說的。 我們都找了很久, 都找不到有任何的證據。 是的。 我覺得今時今日, 以網民起底的功力, 如果真的有的時候, 就應該起到的。 我也相信容海恩, 真的沒有說過。 只不過他沒有否認而已。 即是, 以剛才第一次, 我們看回陳世強的影片。 但我最憤怒的地方, 就是現在, 在教內, 信徒大家的反應。 因為由Day1開始, 那件事, 那個焦點, 不是蓄在容海恩身上, 而是蓬心文身上。 他的定位, 完全跟他自己現在所表現出來的東西, 是突然撞了。 封心文, 是沒有可能去專訪一個, 未分懷孕, 甚至奉子成婚的人。 即是, 不管他是否基督徒, 因為這件事, 已經跟他自己本身的定位, 撞到突然撞了。 你要記得, 這是他成立第一個專訪, 即是重要的。 剛才我們說過海洋公園的例子, 也是一樣的。 你沒有理由罵反同的人, 去相反, 為同運團體去辯護。 甚至乎, 在威威的專訪裏面, 也沒有理由把一個反對延長剩下的訊息, 扣露出來。 這件事完全是跟你的定位有衝突。 其實只要我們把焦點, 聚焦在這裡就可以了。 大家看不到這件事。 當封心文出了這個回應之後, 大家就好像撞車, 完全失去焦點。 容可欣不是一個焦點來的, 我想說。 我夠膽說, 就算現在你聽了這個節目, 有很多聽眾都還是不明白這一點的。 一定是會這樣的。 而我想說, 其實對於經營的媒體來說, 清楚自己的定位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們都是紅燈媒體的記者, 或者主持, 大家知道我們的定位是什麼嗎? 我們的定位就是聖經公義。 你說呢? 這個是什麼? 拒絕麻木根蟲。 我們主要是一個擊中的基督教媒體。 以政治光譜來說, 我們就是本譜。 我們不是藍絲, 亦不是黃絲。 用最簡單的俗語來說, 其實我不擊中的。 是一些人來看, 就很擊中的了。 你現在嘗試去旋樂堂, 你嘗試去旋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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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們怎麼說。 OKOK。 在某些人的眼中, 我們很擊中的。 其實是相對的。 現在已經有一個媒體, 其實是非常之重要, 要知道自己站在哪個位置。 自己對的受眾是什麼人。 因為在每一件事上, 我們都要表現出這個定位。 以及做一些報道也好, 節目也好, 是符合我們受眾的期望。 如果用一句比較俗話去形容, 做傳媒, 那個屁股真的決定我腦袋。 所以這句說話是有點負面, 但就非常之真實, 說真的一句。 舉個例子, 既然我們是一個基督教的新聞媒體的時候, 我們讀者, 我們聽眾會期望什麼? 起碼我們會報道一些教內的大事, 如突破性騷擾的, 或者盧龍江的性騷擾的。 大家會期望我們會報道出來的, 不會缺席的, 不會突然沒有的。 例如善樂堂、UCC, 大家期望我們會有報道的。 不會像《時代論壇》那樣, 他真的不報道的。 當作沒有一件事。 所以《時代論壇》, 為什麼由去年到現在, 只有三篇, 我記得三篇的報道, 其他都沒有了。 為什麼會被罵得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他做了一件事, 很明顯是違反了他作為基督教新聞的定位。 做基督教新聞, 不把最重要的基督教新聞報道出來, 你不被罵得上天花板? 我真的跟你姓了。 而且當我們的定位是本土派的時候, 我們要很小心。 所以你看過我們的報道, 如果形容2014年尾, 我們會說是雨傘革命, 或者街頭戰領, 我們從來不會說佔中的。 因為佔中是一個黃絲的屬語。 沒有發生過, 是金鐘而已, 最多都是。 中環都沒有, 一天都沒有。 什麼時候佔中環呢? 而這些事情是要小心的。 無論是編才也好, 主持也好。 因為有時候, 就是在這些很細微的位置裡面, 反映了, 究竟我們站在哪裡? 千萬不要站錯了。 這樣就會大劑了。 而做傳媒要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 亦是一個非常現實的考慮。 做任何的機構也好, 始終我們都要面對人手, 和資源的有限。 有時候要做一些決定。 其實現在互聯運時代就好了很多。 以前, 如果你做報紙, 或者電視也好, 或者雜誌也好, 你都要面對蝙蝠的限制。 例如我今天那文版, 我十六張子, 三十二張子, 始終有限制。 電視台的, 可能是半小時一節的新聞, 半小時就是你的限制。 當然, 你說互聯網時代, 好像理論上是無限的。 但你人手也有限制。 我沒有理由Erico, 今天明天幫我寫十單新聞, 不可能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 還未完成這個時工化, 或者眾籌的計劃, 我們最多每天只能夠出, 大概兩單, 頂完就三單新聞。 這就是我的限制。 我們只能夠決定每天出哪兩單, 哪三單。 而每天你知道發生的事情, 是不止三單。 我們要排一個優先試序, 然後決定, 如果今天我出三單, 是出哪三單呢? 那怎樣去決定呢? 這就是由定位去決定。 什麼對於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 對於我們的讀者來說, 他希望我們出現什麼事情, 就由這件事去做一個決定。 不只是由一個總編出的決定, 或者不是由一個採訪主任去決定。 當然, 實際上那個人是重要的。 但問題是採訪主任好, 或者那個主片也好, 都要看實媒體的定位去做這個決定。 如果你做得好的時候, 理論上來說, 就算是誰去坐這個位置, 他都能夠做出一個同樣的決定。 即是不會說大家換了一個人, 就有不同的決定。 如果是, 就大劑了。 因為我自己本身要去加拿大, 大概兩個禮拜時間去探親。 到時是, 其他同工會去暫代。 不會因為突然換了另一個同工, 那就決定出的東西完全不同了。 即是, 突然決定, 我們在善樂堂這件事件上, 我們覺得林國粹是做得錯的, 陳林彬是做得對的, 朱又誠的案目是合法的。 即是不會突然因為換了一個人, 就突然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立場。 這就是媒體的定位, 以及在每一件事件上要有定性的重要性。 即是不會出現一個自相矛盾的事件。 最後也說一說, 其實在二月底的時候, 沒有一個肢體, 名字就不要說了, 應該大家都認識的。 即是他扣我Whats, 就寫一本送給我。 即是反映他對於門徒媒體的一些意見。 他都很用心, 沒有公開道。 其實我一直都很忙, 沒有時間去回覆他。 也希望趁這一節, 最後一點時間都回覆他。 我會把這一節去分享給他。 因為我發覺今集我們所講的題目, 跟他對於我們的意見, 其實也有聯繫在這裡。 對於我們門徒媒體有幾方面的意見。 第一, 就覺得我們的報道有時候有些字眼很主觀。 第二, 就覺得有時候我們的報道和評論混淆了。 第三, 就是覺得我們的報道不夠忠狠。 有時候就太偏激。 第四, 就說有時候會將一些未經證實的東西, 就定了性。 對於頭那兩個意見, 我會接納的。 我也會承認, 因為始終我們絕大部分同工不是專業的傳媒人出身。 所以有時候, 報導上也會有些主觀字眼的出現。 甚至會將一些報道和評論和評論混合在一起。 我自己當然要負責任, 也把關不力。 其實我們五月初, 我們都會進行偏彩同工的收入。 我也希望到時候可以將這個問題解決了。 這樣會是。 但是對於後果的兩個意見, 我覺得這一位的朋友, 可能對於傳媒就不認識了。 首先, 傳媒沒有可能中立的。 你覺得中立那些是偽中立來的。 一件事物, 我要決定究竟報不報道, 用多少字去報道。 有ABCDE那麼多人曾經說過, 我要決定每一個人用多少字去歸納。 誰先, 是A先, 是B先, 是C先, 標題如何寫。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很主觀的價值的判斷。 而這個價值的判斷就是來自每一個媒體本身的定位。 所以絕對不會有傳媒中立這件事。 傳媒中立這件事絕對是一個偽名題來的。 第一, 我回憶這位信徒。 第二, 就是關於他說, 有時我們會將美經證實的事, 即是就定性了。 那麼, 他說哪一件事呢? 因為在他的那封信裡, 他甚至很用心, 他將我們一篇報道做了一個練習, 幫我們修改了一篇報道。 他就將一篇報道陳隆斌、UCC的案目事件的報道去修改了。 他修改了什麼地方呢? 我們這樣說的, 就是陳隆斌奪。 他就說, 其實你應該說陳隆斌涉嫌奪。 而另一句, 我們就說UCC打壓一些異議的聲音。 因為我們對這件事件是有這樣的定性。 你可以不認同, 但是這不關美經證實的。 因為我們從去年追訪這件事件的觀察, 我們就總結了這件事不是涉嫌, 而是真的發生了。 所以從我們門同媒體的角度來看, 這件事就已經是, 不是涉嫌。 相反, 如果你把這件事放在UCC, 放在涉嫌堂來說, 你跟他說涉嫌? 他不馬上說你出門口。 從他們的角度來說, 不要說涉嫌。 我們怎麼會涉嫌奪堂呢? 我們一定不是涉嫌堂。 我們只不過做了對的事, 去撥亂反正。 他一定這樣說。 我們不是說打壓一些異議的聲音, 只不過有些人是假冒了UCC人。 所以我們這些真正的UCC人, 才會把這些假的UCC人分別出去。 其實就是看你哪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在這裏, 我純粹去回應這位朋友。 今集到差不多時間了。 是嗎? 有些人會呼籲, 我們恆上, 都呼籲, 這個電影節目有感動, 加入我們主持, 節目支援, 或者剪輯的行列。 因為人手都是不足夠的。 你見我們來來去去, 帶一些主持, 都唱了一些新的聲音。 大家有感動的, 快點聯絡我們。 好了, 今天節目差不多了。 我們最後有個結束祈禱, 好嗎? Eric, 幫你祈禱吧! 好啊! 好啊! 蔡英文, 我們時刻提醒我們, 我們怎樣去做一個傳媒, 或者怎樣去做一個基督徒的時候, 原理教導我們, 如何去找對我們自己的立場。 因為一個立場來說, 都是反映了我們是怎樣的人, 亦都反映了人怎麼看我們, 或者人怎麼看我們的信仰。 我們都原理時刻提醒我們, 要堅守自己應有的立場, 以致在我們的生活中, 都可以反映到你的樣色。 我們祈禱和祈禱, 松明至祈求! 阿拉伯! 拒絕麻木根叢,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